这是一个见证武林峰成长的比赛 这是一个见证英雄时刻的内台 会计全球顶级高手 世界格斗的岁末狂欢 2011年元月15日 贺币市区馆 武林峰再度壮拳拿到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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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了在国内有着极高的收视率之外 在美国 日本和东南亚地区 武林峰有着非常广泛的受众群 说到东南亚 那么前不久 印尼的陆军参谋总长乔治上将 专程来到武林峰 他来武林峰干什么呢 到武林峰俱乐部有这么几件事 第一个事是想亲身接触一下 武林峰的明星运动员 像王洪强 一龙 洪光 了解一下中国功夫的表演 其次乔治上将非常正式的邀请 武林峰在今年能够走进印尼 搞一场高水平的国际对抗赛事 当然还有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 就是从今年开始 武林峰将为印尼三军的教官 提供中国武术的培训 同时我们将输出一大批的武林高手 在印尼三军的各个部队当中 推广中国功夫 那么其实像这样的事情 还非常非常的多 武林峰在以武术的形式 为中华文化在世界范围内的传播 起到积极的不可估量的作用 今年是武林峰的第七年 婚姻当中有句话叫七年之痒 我们可以这么来形容 七年之后 也就是今天的武林峰 让很多观众一期不看 他浑身就痒痒 有如白爪挠心一般 你看新年 这是武林峰的第一期节目 那么新年的第一件大事 就是武林峰 将联合河南省赫壁市市委市政府 举办第五届环球全王争霸赛 这是今年的一件大事 那么今天呢 是选拔赛 也非常的重要 相信武林峰的每期节目 会让您浑身清爽 精彩比赛即将开始 这是一个见证武林峰成长的比赛 这是一个见证英雄时刻的内台 会计全球顶级高手 世界格斗的岁末狂欢 2011年元月15日 贺碧市区域馆 武林峰再度壮拳打造 进行武林峰年终具现 第五届环球全王争霸赛 中方运动员的选拔 今年呢 是武林峰的第七年了 这七年不但是武林峰成长的七年 也是中国搏击成长的七年 前几年中国运动员 普遍采用的是散打式的打法 注重踢打摔 那么拳法这方面 和国外的运动员相比呢 稍微显得有点弱 而且被KO率比较高 因为总想着去摔 手总是在下面 头上的空档比较大 但是现在我们在发现 中外对抗当中 中方运动员的拳法明显地提高 而且呢 被KO率也降低了 当然拳法好的运动员 在这个擂台上是很沾光的 那么下面一场比赛 为什么说到拳法呢 红方运动员周志鹏 25岁 全国拳击锦标赛的季军 蓝方运动员 来自山东华裕 是一名高手 三十战 二十六胜 四负 十次KO对手 潘国水 周志鹏 对潘国水 两位请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天君 来 开 现在观众朋友们看到 这是我们进行的第五届环球拳王争霸赛 男子70公斤级的选拔 洪荒叫周志鹏 蓝荒 潘国水 洪荒周志鹏呢 以前是练这个拳击初身 拳 初中 他能登上我這個擂臺 他三年說 我喜歡五連貓 我喜歡在國際擂臺上施展 他說儘管我現在是腿法一般 我全法挺好 等於算只有上三路沒有下三路 但是我想我喜歡這個項目之後 我只要加強這項目的訓練和努力 一定會成為一名優秀的選手 而藍方選手那個潘鍋水呢 這已經是第三次來到我們五連貓林的場 這是來自山東萊州華裔武術館的一名選手 這邊選手那個力量非常好 腿法比較出眾 所以今天一個是腿法好的 一個是拳法好的能夠站在一起 這比賽也是比較好看 一個主要是攻打上三路 一個攻打下三路 你看今天這個洪峰周志鵬 通過短暫的這個備戰啊 當五連貓圖土曼俱樂部 進行短暫的備戰訓練之後 也會運用一些簡單的一些腿法 他當然組合不起來 但是他已經能夠運用了 這個第一局啊看著這個洪峰周志鵬 這個回法那個力量上還是和這個潘鍋水比還是有一個差距 對 對 剛才的那個組合間你看沒有啊 他這種直拳的速度就是非常快 在這個面中裡高 你看 而且你看這個全軍演員的這個步法很好 步法很好 他就是進得去出得來 嗯 你看 他打你的時候他能進得去 你打他的時候夠不著 而且進 所以在這個五連貓的俱樂部也是非常注重 你看 看了條 看了條 這就是後手重拳 你往這個下三路了 稍微不注意防守就打進來了 快點 快點 你打好了別亂 有後手重 我們來給這個潘鍋水打一個練血 哈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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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給他距離 不要給他距離 那拳打的時候勁要解快了吧 OK 我給你一點 我給你一點 他就知道 你打個箭子 但你打個箭子 那拳打入 你打開 你打開 你還好嗎 我去支持 你打開 打開 紅方周志鵬和藍長 香港遠南新集的第二次才已經開始了 今天這個紅方周志鵬 為這首歌 这场比赛还专门立了一个特业的靶心 刚才是维绳 累着了眉骨 现在有点出血 但是不影响比赛 这个眉骨刚才是被跨上了 对 碰上了 看看用有樊石林压迫之后 还是看看能不能比赛 就看着有口子有多长 我看在国外比赛的时候 看外国运动员处理眉骨 其实就是用那种高密度环石林 抹一层 好 观众朋友们 第二局刚刚开始没多久 我们发现周志鹏眉骨开了这么长一个口 人家潘国水的头上 这个位置也开了一个口 两个人肯定是在别当中 头碰到一块去了 然后导致头部都受伤 都开了口了 简称双开 双开 然后现在你看我们的裁判让比赛暂停 而且我刚才看到蒋威 在收三个编台的这个继分 我猜想可能是由于双方受伤 比赛不能继续进行了 以此打住 看看在此之前的得分怎么样 然后来评判胜负 是我猜的 不一定对 好 请裁判长宣布比赛结果 因双方受伤 经医务监督确认均不能进行比赛 按已有的成绩来定 一号裁判 10比9 二号裁判 10比9 三号裁判 10比9 比赛结果 洪峰正 洪峰周志鹏获胜 不错 互相看看 互相看看 赢了这场比赛 但我觉得这个代价也挺大的 这两边都 两个美股处都受伤了 都可以了 这个意外 这个也想不到 他可能头 可能两个撞好额头了吧 那你对于今天这个比赛 这样的胜利 是什么样的感受 是觉得 还会有些遗憾呢 还是觉得还挺幸运的 这个 其实这个比赛嘛 上去 其实自己也 也有点急 不急 不急的话 就两个 应该打得很轻松的 也有必身的把握 这是一个见证武林峰成长的比赛 这是一个见证英雄时刻的擂台 会计全球顶级高手 世界格斗的岁末狂欢 2011年元月15日 贺币市体育馆 武林峰再度重拳达到 一龙在美国失利之后 师傅让他到山里潜心修炼 每天只让他做三件事 一龙在美国失利之后 师傅让他到山里潜心修炼 每天只让他做三件事 多长期的赚 可是我们选择 别将成功 什么 一个月后 渐渐领悟师傅意图的一龙 更加勤奋地训练 但是心里 还是一直牵挂着 即将开始的 环球拳王争霸赛 五 二 二 师兄 师父何时让我去大比赛 师弟 你心中只有比赛 只有胜负 此念不破 出山何意 师父让我把这封金刚经送给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师父的教诲让伊龙一步步放下了过去的自己 而对伊龙即将迎来的一场硬仗 师父似乎早有安排 这是一个见证武力风成长的比赛 这是一个见证英雄时刻的内台 汇聚全球顶级高手 世界格斗的岁末狂欢 2011年元月15日 贺密市体育馆 武力风再度壮拳打得 好 观众朋友们 我们下面将进行的是百姓擂台 每个百姓擂台之前都有一个故事 今儿这故事就跟这吃饭有关系 请看 师兄 在这吃饭很贵吧 哎 你惯惱了 趁着伊龙在家闭关 你还不跟着我出来炒两顿好累 其实 最过最过 师兄 这个事 不能让师父知道 你放心吧 天之地之 你之我之不就行了 你吃饭了 美女 菜单 哎 大侠 你看 你点点什么 哎 大侠 就是大侠 五斤的大侠有吗 五斤啊 五斤啊 那这个斤没有 那好 我们自己点吧 你看 你看 这么多好吃 哎呦 摸着点 我们不差钱 师兄 这确实看着挺好吃的 关系的是 这也很贵啊 放心吧 我们吃的话 就不用掏钱 为什么 你就看好吧 哎 上菜这么快啊 来 试着吃 吃 师兄 喝的茄子烧的真好吃 嗯 师兄 嗯 师兄 你怎么不吃啊 让我再找吧 找我再找吧 你找什么呢 师兄 哎呦 这藏牛 藏鹰啊 是 大童天的 哪来的藏鹰 哦 藏鹰 懂面了 相当于闭关 这可咋办哪 一日 把您的头啊 给我一个儿来 师兄 这个真没有 哎 哎 我也没有啊 这 可咋办哪 哎 有啊 有啊 先生您好 这位是我们厨师长 哎 先生您好 您对我们的菜有什么意见 您没记住 这是碎的头发 怎么还是卷的 我看 这是一个男子西域的毛发 你去哪 不用看 还着我们两个四名的头发啊 鼓子 哎呦 快了快了 被关了 你得给他跑 快追 跑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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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哪里跑 跑到这儿合照 跑不了秒 大大的大狐 鸭 高手 高手 抬 你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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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你 我 我 你 你们两个还想吃霸王餐 看你们的账单 两千八百八十八 好好练活 把这些菜洗完 厨师长 我们还要干多长时间才能还完债啊 最少两个月 少废话赶紧练活 这傻子叫什么偷啊 两个月 一楼 一楼怎么办 师兄 我不在家 谁给一楼送饭 都怪你 来之前我都跟你说 钱呆够了没有 哎 到这一步了 你也说得干啥啊 那你不是也成啊 哼 你不在我里头 让他先换你走 师兄 好人呐 我这都去了 嗯嗯嗯 厨师长 这真不管我的事 我是无辜的 嗯 王正亮呢 刚才在这呢 这是什么 这是什么 又骗我 想跑 只是忽悔了 吃了霸王餐 还敢动手 看招 好 这个短片呢 只是讲了一个故事啊 现实生活当中 没有因为这么打架的啊 大家不要这个对号入座 当然呢 吃霸王餐是不对的 比赛呢 是需要一个理由 来 我们有请 红方 就是刚才这位厨师长 他是真厨师长啊 童磊 是这样的比那个戴帽子帅 接下来让我们有请蓝方 一辰师傅 这是一辰在武林峰的第十六场比赛 前十五场比赛的战绩是十五战 十二胜两副一平 这是百姓那台比赛 现在开始 天宇 预备 开始 现在观众朋友们看的 这是我们进行的一场 离开生命的百姓擂胎比赛 蓝方 是大家非常熟悉的 功夫脚和尚一辰师傅 而红方叫这个东磊 这位这个主持长 通过短片 观众朋友们您看到了 这是一场百姓擂胎 在这个百姓擂胎我们规则呢是允许这个踢打摔 这是和专业比赛不一样的一个方面 如果在比赛当中就可以看到一些摔法 你看 这个伊晨师傅这种摔法 他尽管想使用一个这个下潜摔 因为 从双方力量对比 就是伊晨师傅的力量 要比 主持长这个东磊 要更大一些 尤其是这个伊晨师傅特别擅长的摔法 所以更多的要想进身摔对手 去要ούμε 给 Melvin какие outreach 跌倒 那些 失衡 这些 跟你们 我根本已经阴奏看了 真肯定了 有东西 准备 临跳 我们是师兄弟 坐在寺院当中经常切磋 也使得现在这个 怡陈师傅这个打法呢 也比过去要硬了很多 以前怡陈就是 一掌摔法比较多 现在怡陈的这个拳 进步也很好 明显有很大的进步 走啦走啦走啦 走啦走啦 走啦走啦 走啦 打给挡 现在越多空间都躺着 躲给挡 行了吗 一定躲 躲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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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百姓累赛的第二局比赛 朱鲁光是 董磊 朱鲁光是 朱鲁光一成小的 哎呀 漂亮 漂亮啊 这一个帅帅 就是这就是仪仗这身上的力量 对 我能抱着你爬一摔 这边打 这边 这边 好点 追过 追过 追过一下 打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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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啊 厨师长 董磊呢 要用拳 尽量的要拉开点距离 因为这个怡神师傅摔马特别好 力量比你大 尽量要对 用拳顶着 不要再抱着你 今天这个 朱市长 董磊确实拼了 哎 董磊现在看 体能好像下降得很高 是啊 这是一个组合 一个后数中间没打着 你看这个没体能了啊 要这么下降 摔 在体能被消耗很大情况下 被对方怎么摔怎么是 嗯 杀老子 放上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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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摔 因为摔法还是 须晨师傅的一个 拿手的 不是 然后刹手 大 这个是百姓内台 同时引领大家关注 那么从今天开始 50后的播出之间 改为每周六的晚上22点08分 后面播出 已经是晚上的10点08分 第3局 准备 凯儿 下面来看看百姓内台的 第三局比赛 民众百姓内台是打三局 每局是两分钟 红方叫红磊 蓝方十五成 凯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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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且拼得还很凶 从第一拼到第二局 第三局现在是 体能确实下降比较明显 因为在第二阵已经发现了 打到现在已经 完全没有体能 这个时候有点 有点像罪权 到底这个出场是真罪了还是假罪了 我们来看看 看你来吧来吧 现在人师傅说 你别骗我 你别是打了罪权的 你别骗我 大了又高边队 又两个 现在一阵师傅聪明点 正灯拉开 接着上拳 再骑高边腿 因为对方已经是看着体能下降 对 这场比较打车挺坚固 现在我看了医生师傅 也在有体能点透支的现象 现在出现也没有什么力量 已经到了 好 比赛三局比赛进行完了 我们看到厨师长 同磊这个体能消耗比较大 按说我就奇怪了 这个谁体能都有可能不好 这厨师长体能不可能不好 是吧 这火是营养应该跟得上 特别到后半段体能一有消耗了 步伐有点亮腔 所以我当时想起个场景 在《水浒传》当中 武松最打奖门神就是这种步伐 不管一尘输还是赢 这只是比赛 欠的这个饭钱肯定还是要还的 但是说到饭钱 这是一个演戏 台上做戏 台下做人 来 请裁判长 宣布比赛结果 一号裁判 二十九比三十 二号裁判 二十九比三十 三号裁判 二十九比三十 比赛结果 蓝方胜 蓝方一尘获胜 祝贺一尘 不过刚刚这个我问同磊 同磊也说了 说您在第三局的时候 完全可以KO他 但是没把他KO 所以他觉得您这个功夫 其实并不怎么样 出嫁人嘛 以慈悲为怀 得饶人处且饶人嘛 结果不重要 重要的是 我们的目的是一五会友 共同的进步 今天这比赛是赢了 但是我觉得这个 吃了这霸王餐 这饭钱咱还得给 这件事我是无辜的 然后呢 是我大哥智亮又把我给骗了 回头我找到 王智亮王大哥 把这个饭钱给他还上 谢谢 这是一个见证武力风成长的比赛 这是一个见证英雄时刻的擂台 会计全球顶级高手 世界格斗的岁末狂欢 2011年元月15日 货币市集团 武力风再度壮拳拿到 第五届环球拳王争霸赛 这是一个见证武力风成长的比赛 这是一个见证英雄时刻的擂台 会计全球顶级高手 世界格斗的岁末狂欢 2011年元月15日 贺币市体育馆 武力风再度壮拳拿到 现在进行武力风年终巨线 第五届环球拳王争霸赛 中方运练的选拔 那么本届争霸赛 是由河南电视台 与河南省贺币市市委市政府 联合举办 将在圆月中旬 在贺币市千贺体育馆 为您隆重召开 那么 今年呢 是武力风的第七年 说到七的话呢 在今天一开始的时候 说过这个 好像七年之痒的问题 但是 大家看到我这身衣服没有 由于今年是新年嘛 穿成红色的衣服 这件衣服首次在武力风出现 是在07年武力风东渡扶桑 复制选手决战东京的时候 穿上的 那么三年以来 衣服没有怎么变 只是人有点变了 衣服稍微有点紧 但同样是07年的时候 在武力风出现了 很多的 这个 优秀的运动员 其中有一个人 这三年以来 我们观众朋友们 见证了他的成长 从一开始的毛手毛脚 到现在的沉稳和成熟 他是谁呢 名字里边有一个红字 叫 是 你 对 他 为什么 这 因为 就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排名第九 十八岁 一米七六身高 有请谢雷 在我们视线当中越来越清晰的这一位就是谢雷 为他首次在五六峰出现 十八岁 一米七六身高 男子七十公斤级 二零一零年全国排名第九 谢雷第一次来 我们掌声鼓励好不好 比赛现在开始 准许 准备 开 现在观众朋友们看到的是第五届环球拳王争霸赛 男子七十公斤级的选霸赛 红方叫红光 蓝方是谢雷 刚才红光那个低骚腿力量很大 我们刚才看到这个游戏运的冲击我们旁边这样是不是这个镜头盖 护盖被打掉了 在我们这个泰拳里头说这个低骚腿是这样叫吧 他是为什么叫低骚腿 他这个腿法是有一定的杀伤力的 他扫哪个地方 就是在你那个小腿和大腿之间吸关键那个部位来扫你 而我们在三大比赛当中他用的呢叫低鞭腿 叫什么鞭腿 他这个鞭打动作 我是只要打着你就行 我得了一分得了一点就可以 他两者叫法不同 但是发力点也不一样 就是你的作用力也不一样 所以我们刚才看到红光那个低骚腿就有一定的杀伤力 红光地区是压制性的 压制性的打 我们武林方从这个201年呢 在篮部的结构上发生了变化 同时在播出时间也发生变化 我们以前都是20点37分播中 那么现在我们改为这个22点08分 那么在这个选拔赛当中呢 我们也回顾一下前几节 那么从环球全王第二届选拔赛当中的时候啊 山东的曹敖民退而出代表我们武林风出战 那么在第三届 环球全王男子七公年级比赛是背 背手雷 那么到第四届呢 是广东的刘泰山代表我们武林风出战 那么我们第五届到底是谁 能够代表我们武林风 参加这个环球全王争霸赛呢 我们要从最近这几期的比赛当中 选拔最优秀的 来代表我们武林风出战 这个蓝方谢雷由于是第一次 来到我们武林风的擂台上 所以打得还有一点拘谨啊 有点不太适应这个 红方红光的这种进攻的方式 那么红光在我们武林风当中 以前是打百姓擂台 他是典型在我们武林风擂台上 成长起来的一名选手 通过这三年个人的努力 成长起来的优秀选手 他不仅代表武林风参加了 这个07年的富日七对七友谊赛 同时现在是WBC 包括是IKK系 中国区的这个金腰带的拥有者 让人有教会员 给猜王 给猜王 一万人 这每次 你收笔 ように 你收 你收一点拿起来 你看不着 绝对 收接 第三排 第二排 第二排 刚才我们就通过这个第二局 红光的低扫腿 包括这个蓝方谢雷这个低扁腿两个 都是腿法一样 但是杀伤力不同 红光那条腿很硬 它具有一种杀伤力 它不是为了得分 不错 谢雷这个精神打得不错 而这个蓝方谢雷那个低扁腿 你看他是能打着你动作也对 但是他杀伤力不够 好 走 走 走 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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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们来看两者的比赛 我们进行一些技术的对比 能使观众们更清楚地理解 这两者 两个运动员 他的技术都一样 但是为啥他都重 他都要轻了 所以我们为啥他的明显的场合 占一定的优势 是 给他准备 尽管今天那个红光的比赛 节奏并不是很快 但是很清晰这个 节奏感非常强 是的 那他这种节奏感 刚刚那个过程中 他为什么节奏感强 就是说我该硬的时候 我就出拳硬打 我该调节的时候 我出这个拳并不是要打中你 我调节的 让你手臂放 往下放的时候 突然一种爆发力的进去 对 不是每拳都是实的 对 这是虚虚实实是真真假假 所以这种比赛 观众们也强 观众喜欢看 而且还具有杀伤力 对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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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看到谢雷的这个左腿 关键部分已经 已经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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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这个蓝方 这个谢雷啊 他就不太适应 红方这种精的节奏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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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现在这个 红方的这个拳法的进攻 既有我们说呢 左右的摆拳 直拳 还有上弓 这样是南方谢雷就不太好 好 而谢雷在今天比赛中 尽管是第一次 到50号来打比赛 他的技术在今天这场比赛当中 特点没有打出来 就是说你的拳法 你的高鞭腿 在比赛当中 没有完全能够释放出来 他一直是在防守 张静谷 就简单非常的被动 第二局已经倒地数了 是 不要过 你老子给他距离了 全停的距离 老子给他 不要给他停一距离 他全打不动 不要给他距离 你放下来呢 不是 他首先 你稀罚在这儿你注意点啊 稀罚在那儿 不要稀罚在那儿 不要稀罚在那儿 好睡好睡 好睡 今天在办公室的方导人 登坏名字的方导人 在进行504 技术进行的方导人 还是洪光队的积累 同时今天观众朋友们也发现了 我们从今天开始 播出时间改为每周六的晚上 10点08分 第3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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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预备凯儿 好我们来看看男子7-1的 选拔赛 第3局了 红光队 红光 蓝光 谢雷 今天这个年龄的小家 谢雷 球运安位的 防守角度来说 对自己的头部的方导人还是不错 但是 第三局爆发 不光是红光爆发 包括是谢雷爆发 他就是我已经绑两局了 这些也该让我出租拳了 我们从第三局来看 现在这个 红光 我红光由于工作在五续峰 这三年多的实战 无论的成熟 技术更加的这个 全面 腿法呀 拳法呀 包括体重的分配 跟法 综合层面上 有了很大的进步 现在 蓝方 谢雷 年轻 但是 在比赛当中 还是尴尬 有点黄手 一手 今天这场比赛当中 只是由于第一次来嘛 对我们 场地啊 包括规则啊 整个现场录制 还不是很适应 所以他的进攻技术 在今天比赛当中 还没有完全能够打出来 显得有点拘谨 好 好 这是一个舍身体 这红光打的都 完全放开了 对 像这种高难动作 在我们五续峰的台上 都很少见的 好 要转身一个 我们说转身一个像 后悬梯那种动作 它是有种表演性的 对对方没有任何的杀伤力 表演性是更重一点的 因为这个需要你这个 空拳感 距离感和时间感 恰到好处的时候 才能击倒对手 成 加油 加油 南方十八岁的小将谢雷在今天比较中确实表现也是不俗 能够顶住过德国WBC AKK系中国军枪在宏光的进攻 确实也难能可贵 如果用矛和盾来形容的话 这场比赛显示出宏光的矛很尖 但是谢雷的盾也很固 比赛结果如何 请裁判长宣布 1号裁判 30比28 2号裁判 30比28 3号裁判 30比28 比赛结果洪方胜 洪光获胜 同时洪光将获得丹江大观院提供的奖品 来我们掌声鼓励 这是一个见证武力风成长的比赛 这是一个见证英雄时刻的擂台 会计全球顶级高手 世界格斗的岁末狂欢 2011年元月15日 贺币市区医馆 武力风再度重拳打得 比赛结束之后 我看到你在跟你的对手谢雷 在说些什么 赛前我听说他是全国第九 我跟他说 我说年龄还小 你很有前途 谢雷其实今天那个 他一直在防守 我们都在下面也觉得 他今天其实打得还是挺聪明的 在比赛的过程当中 你有没有想着去KO他 我是这个地方的主场 接下来其实路还很长 环境全王争霸赛 还要再继续选拔 你有信心打到最后吗 从美国回来 对比赛的信心啊 胜利啊 渴望都比较大 我感觉挺有信心的